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好世界天下神兽频道 经过之前介绍的上古十大神兽 许多朋友提问为什么没有青龙呢 其实另外一种十大神兽 说的是截然不同的神兽 上一次介绍的是 十大中国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的怪兽 简称十大神兽 有许多朋友提问 为什么没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呢 其实有看过小片之前介绍的四大神兽 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因为四大神兽真正的身份是神 由二十八星宿分别组成的 四大神兽形象 负责这首天上的四方 所以并不能排列在 古代的神话怪兽 因为这首天上的神明 不能与神话怪兽混为一谈 其实这些神话怪兽 都是中华文化传承中流传下来 之后再由后人编排而成 我们不能凭着个人的喜好去篡改 只能将仙人流传下来 以最真实的原貌流传下去 还有一些人也会说 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吧 没什么根据 凤凰其实是普通的鸟类吧 另外还有一部分 经常恶意留言贬低别人的文化的有心人士 喜欢把自己的留言 甩锅牵扯到所有的 无神论者身上 其实不管是什么人 人与人之间 必须互相尊重各自不同的文化 每个民族的文化 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和人民智慧的结晶 所以千万不要恶意的引战 其实这些神话怪兽 是由古代仙人记载于 青铜器皿流传到现在 这些神话中的怪兽到底存不存在 早已无从查证 但我们必须把仙人流传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传承下去 如果我们不尊重别人的文化 又为何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呢 不管是任何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 比如北欧神 希腊神 日本的古世纪 但是比起这些 中国神话就显得多姿多彩 比如中国神话中的九尾湖 流传到了日本 就遥身一遍 成为了三大最强的妖怪之一 外国也出现与凤王非常相似的不死鸟 以及记载许多民间传说怪兽的三海经 当中记载的神话怪物更是多不胜数 所以中国神话流传到国外 更是混得风生水起 西方电影或是日本动漫 都能够看见非常多中国神话怪兽的题材 比如七龙珠 海贼王 火影忍者 里头都掺杂了不少中国神话的设定 先人给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如果不珍惜的话 外国是非常愿意的 帮我们把这些文化题材吸收过去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根本就不需要付版权费啊 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 不用白不用 肥水不留外人田 倒不如我自己拿来用 好了 接下来就不说笑了 今天就来介绍 天之十大神兽 到底是哪十个神通广大的神明吧 第十位 沟臣 上古六神分别是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沟臣 藤蛇 沟臣是六神之一 属土 沟臣的名字 出自古代新秀名称 是源自远古时期 先人对自然界星辰的崇拜 是古代神话以及天文学所结合的产物 沟臣因为是目前最接近北极点的亮星 因此为现任的北极星 它的外形长得和麒麟相似 运会记载 沟臣在天叫飞聚 路头龙声 在地称天马 沟臣在三海经中 被称为神兽天马 沟臣兄们无比 星座命理为 争斗勾连之神 在黄道黑道十二神之中 代表凶神 沟臣也是代表祥瑞的神兽 也用来形容德才兼备的人 第九位藤蛇 为中国古代的神兽之一 是名剑传说中的一种会飞的蛇 在荀子劝学的描述中 藤蛇没有脚 却比多姬的五鼠 更能藤云加雾 游走空中 藤蛇也被解释为 和神归并列的玄武化身之一 不过在大部分的书籍中 对藤蛇的形容都是独立的 在另外一段神话故事中 藤蛇是你挖四大夫法之一 传说盘古开天之后 你挖因为孤独 因此就用泥土造人 同时也制造和自己外形相同的宠物 一个雌性的龙种 叫做白喜 另一个雄性的就是藤蛇了 白喜与藤蛇 追随你挖补天 之后又和麒麟白折联手 和你挖一起 大战以朱雀为首的四大神兽 使人间会晤和平 你挖功德圆满 由白喜藤蛇两大夫法接引上天 被尊为上古第一大神 另外还有网络上流传的 比如白蛇传中的白树珍 是你挖两位夫法 藤蛇与白喜的女儿 不过据我所知 不管是白蛇传还是关于藤蛇的记载 藤蛇都和白树珍没有任何关系 这只不过是网络上个人的猜测罢了 接下来就是轮到四大神兽 正确来说是神明 位屈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创世神 在古代又叫做四象 天之四灵 第八位玄武 玄武是北方之神 玄武的形象是龟蛇合体 为水神居北海 玄武象征 北方水神 水为万物生长所需 颇为民间重视和信仰 生殖之神 玄武以龟蛇合体的形状出现 更被古人看作 雌雄交配 生殖繁衍的标志 世命之神 龟在古代是象征 长寿和不死 因此玄武成了长圣不老的象征 传说玄武又可通明见问谱 因此玄武在道教被称为 玄天上帝和真武大帝 所以在道教的说法 青龙白虎当了门神 玄武却是成为上帝或者大帝 第七位猪雀 猪雀代表南方之神 现代人经常把猪雀 不认为是凤凰的一种 但事实上 猪雀和凤凰有很大的不同 猪雀是天之四灵 是四方星宿之一 是神 凤凰则是四灵之一 白鸟之王 是兽 一神已兽 所以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猪雀镇守南方 掌控火 代表炎帝神龙士 不管是在南方或者掌控火 都是猪雀的职权 猪雀在中国是一种代表幸福的灵物 第六位白虎 白虎是西方的代表 被誉为西方之神 白虎具有辟邪 狼哉其风 及陈恶扬善 发财之父 洗劫良言等多种神力 白虎也被誉为战神 杀伐之神 因此有很多猛将都被称为白虎星转世 白虎经常用来象征 军队的威武和勇猛 因此在古代军队里头 都会出现白虎旗 古代传令兵符 也是白虎的雕像 第五位青龙 青龙代表东方之神 青龙是七清秀组成龙的形象 实际上是神明 所以龙生九子的龙 和青龙并没有关系 但是不少人经常误把青龙和龙混为一谈 事实上 青龙是首富东方的东方之神 属于上古时代的神 龙则是黄言文明的藤途 龙是一个种族 有公有母 能繁殖会死亡 青龙是无性别的单体 不能繁殖 世上只此一只 独一无恶 没有生命上限 所以青龙非龙 恶者不能混为一谈 龙的形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势 高贵 尊龙的象征 又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 拥有崇高地位 因此从大汉朝开始 龙变成为了历代皇帝的象征 以代表 古代皇帝自称 真龙天子 目前发现最早的文物实证 大约在寄近6500年前 经过长久的文化凝聚 所以龙成了中国的象征 中华民族华夏子孙称为龙的传人 第四位黄龙 在淮南子 提到五龙之一的黄龙 是四大神兽之四灵之外的第五灵 象征五行中的土 是五星中的正星 五神中的后土 方位中代表中央的神兽 五行思想的体现 将黄龙看作是五龙之一 比如应龙位居中央 甚至是四兽之掌的说法 按照古籍记载 黄龙亦是皇帝宣元寺的象征 相传皇帝最后 成黄龙飞天 据说羽的父亲 滚被猪龙杀死后化作黄龙 黄龙在古代 是皇权象征 在九龙壁上 可见到黄龙 部分人认为 黄龙的地位已经被瑞兽 黄龙代替 认为黄龙与黄龙拥有同等的地位 但事实上 黄龙属于麒麟 麒麟只有一帽一书 将他与青龙等天之士林 相提并论 麒麟是指中国传统瑞兽 灵凤归龙 被称之为士林 四大神兽是天之士林 麒麟不能以四大神兽混为一谈 所以瑞兽黄龙 是远远无法与黄龙相比的 有人提出 黄龙既是皇帝时期的应龙 但是在描述上 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 他们的共同之处 就是地位遥远高于普通的龙类 第三位 应龙 全称应死之龙 应龙在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 是一种有益的创世神龙 也是中国传统中的真龙 祖龙 相传皇帝赤油大战时 应龙驻皇帝争帝 而于南极沙赤油 跨腹 驻大雨治水 而于伟化地成江 开辟龙门 秦吴之奇 这个吴之奇大有来头 是中国神话中 最具有神通的奇妖 形状像猿猴的水怪 应龙擒获了 诸神皆不敌的吴之奇 堪称中国神话战绩第一的 无双战神 据说应龙生下了麒麟凤凰 而凤凰生一切鸟 麒麟生一切兽 应龙则是飞禽走兽的共主 第二位 太阴幽营 太阴幽营 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兽 关于太阴幽营的取缘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 盘古开天辟地后 酸眼化作的太阳与太阴 又分别与两仪中的 阴阳两气相结合 太阳主罩 与太阴幽营 是由此诞生的神兽 第二种说法 太阴幽营是直接由 一阴一阳 至未道中的阴 变化而来的大道的化身 这一说法至少是在 盘古开天辟地之前开始流传的 比盘古神话更为古老 因此学者普遍认为 此说法才是太阴幽营神话的原型 但是到了秦汉以后 太阴幽营以太阳主罩的神话传说 就已经销色灭迹了 太阴幽营的记载 只有极少数出土的青铜器上的 明文以及部分甲骨文的记载 但之后 因为这些资料点击的缺失 对太阴幽营进行研究的学者寥寥可数 这对于神话学学来说是一大遗憾 目前学者普遍认为 太阴幽营则代表着一切属因的事物 第一位 太阳主罩 太阳主罩和太阴幽营一样 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兽 是太阳的主宰 同时也是宇宙 诸天宗最强大尊贵的神兽 曾被称作圣神 与太阴幽营共同化作四项圣兽 关于太阳主罩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和太阴幽营一样 与盘古相关的说法 从湖南某大型 先秦古墓中出土的 山竹青铜顶器上 刻着一轮圆环 与一段明文 依稀能判认出大致的文字 将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字后就是 天地初开 最初的神明结合先天二气 化成了自为尊贵的神明 其一主罩 其二幽营 这段神话传说是盘古开天后 双眼化作的太阳与太阴 又分别与两仪中的阴阳两气相结合 太阳主罩与太阴幽营由此诞生 后来主罩与幽营化作四项 而四项诞生出世间所有神兽 凶兽乃至异兽凡兽 为盘古开辟的天地添加了生机 第二种说法则没有盘古的参与 学者认为太阳主罩的源起 是中国古代先明早期的太阳崇拜 结合古创世神话后的自然崇拜 是直接由一阴一阳 是味道中的阳 变化而来的大道化身 主罩的黑色球体形象 是中国古代观察到了太阳黑子的佐证 并认为主罩是先明对太阳黑子的神话印象 山西某古墓中青铜器上刻着 关于太阳已很模糊的名文 翻译成现代文 古老的世界中有着伟大之神 主罩与幽营最初之神是开辟天地的伟人 幽营是超然物之外之士 主罩是为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光明的仙人 也被视为宇宙诸天宗最强大尊贵的圣兽 好了以上就是地位最伟崇高的上古十大神兽 这一期的介绍就说到这里 喜欢冠以神兽神话传说 以及经典武侠的朋友欢迎订阅 我们下次见